車子中操作 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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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駛 駛駛 駛駛駛 我不是一個不適合當小房民的人 我是被這個制度上面 去破壞到 然後被玩遊戲規則被玩掉的人 今天就是我其實也蠻高興就是 憲法法庭可以接受我的案子來這邊救濟 因為其實憲法法庭撥回掉很多案子 那很慶幸有被檢選到 但我希望最後的結果是好的 就是能給我實質的救濟 剛剛部長在裡面講的那些案例 全部他是一個犯法的 警察犯法本來就該免費 這個跟我的案例完全一點相關都沒有 然後很多懲署都是去年度前年度 也沒有剛剛部長他們所講的就是說 他是當年度才知道所以他當年度懲署 完全沒有這個事情 很多事情都是機關長官很早就知道 但是他不懲署然後累積懲署的事情 比方說徐國瑤被記大過的一個案例 他們行政機關之章 徐國瑤有收費去從事違反律師法的行為 並且有對徐國瑤提起律師法的 告訴跟告發 但是這個案件經過地檢署的詳細調查 已經明確的知道徐國瑤在做 這些所謂的親友的協助 他是完全義務的 沒有去收取任何的費用 他所做的行為 不但沒有去影響到公務人員的形象 反而是提升了公務人員的形象 但是他卻必須要為了這樣子的行為 而被記入之大過 導致現在甚至我們已經有七八年的時間 我們都還在打這個復職的道路 我還是要強調一點 他不是只是針對我個人的權益 他是包含所有的警察跟消防人員 大家去想像 如果警察跟消防人員 沒辦法獲得良好的救濟 他能怎麼辦 他能做的事情 就是以後不管長官說什麼 他都要聽他都要做 即使是違法的事情他也要做 因為一旦他不做 他不遵掌長官的指揮領導的時候 他可能就被處分 處分之後他就沒工作了 那我們這樣會是一個民主法制的國家嗎 那剛剛我們在聽過這個憲法訴訟的訴訟題 我們聽到大法官呢 在詢問事項的部分 其實把所有的時間都留在詢問機關 關於這個法條的 他們相關的處理的情況 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條法條在適用上 他的確有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他讓行政機關 可以在沒有任何監督跟審查的狀況之下 直接去免及一個他們所不想要 不樂見留在機關單位裡面的傾銷人員 這是我們今天申請事件的相關法條最大的問題點 這在4至785號解釋、宣告 各個程度處分都可以打行政救濟的這種狀況之下 尤為否刺 因為785號禁止的成果是徐國耀爭取而來的 但是他自己本身卻沒有辦法享受這樣的成果 到現在都還在為了復職而戰能力 這段期間就是我之前在我家做鐵工的工作 然後陸續有找一些工作 就是打零工啊幹嘛什麼的 那最主要還是 因為要做很多司法生命救濟的事情 所以我也沒辦法說一個 找一個非常穩定的正職工作 我希望司法、憲法法可以還我公道 然後可以讓我順利負責 歡迎收看